关机后重启系统 在我们操作虚拟机的时候 我们一样跟正常电脑学习一样 请你使用完要做什么 正常的关机 当你正常关机之后呢 我们这一个画面就会变成这样 这个画面 白白乌乌的 然后你在这里怎么开 都是这样 那我怎么样让电脑重新开机呢 请你选一下重新整理这个画按钮 如果你的电脑是处于关机的状况 那我们 在简单笼里面 它会帮你设定 有一个按键可以重新启用 这边等一下会有一个开机扭 这边有一个开机扭 叫 BUT ON这个开机扭 你的电脑正常关机完 会出现 UNNO的一个 文字 UNNO的这个文字 那这时候你要开机就请你按 BUT ON这个 按钮 按下去之后 那我们这台机器又会重新的开机 你看它又在运行中 直接在点选这个 然后 虚拟机就开起来 好记得使用电脑 我们一样 不管是 正常的机器 或者是我们在网路上的 电脑 你使用完都要怎么样 请你正常的关机 方便 把资源 释出给 下面的人去使用 不然你没有关机之后 这个 电脑上的一个资源 CPU 或者记忆体 都被你占用着 其他人就没有办法去使用 这是很可惜的现象 所以我们建议你使用完一定要怎么样 建议你要把它关掉 关机 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做开机跟关机重新开机的一个动作